1945年初,盟军在欧洲战场锐不可挡,纳粹德国在长时间的战争中损失巨大,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,失败已经注定。 但是德国却不想轻易放弃,纳粹德国准备集全国之力赋予顽抗,所以一场围绕柏林的争夺战在所难免。 可以说,这也是最后一次战争了。 为了准备这场异血耻辱的柏林战役,苏军最高统帅部调集了苏军三个方面军,270个师,近250万人,各型坦克与战车2000多辆,飞机2400余架,各式火炮14000多门。 而德军方面呢,维斯瓦集团军群全部集大量独立部队,共约55万人,以及中央集团军群一部第四坦克集团军约15万人,还有柏林卫战部队共约12万人,和计约80万人。 纳粹德国方面也感觉到灭亡的危险,但是来自于战斗民族的天生骄傲,让他们绝对不会选择投降。 城外彻天连地的苏军围城部队,给守卫柏林的德军蒙上了一层失败的阴密。 德军仅剩的金瑞被希特勒尽数部署到柏林市区东侧进行防御。 纳粹还给柏林市民配发了武器,让其参与到柏林的保卫战中,并且美其名曰国民自卫队。 虽然表面看柏林地区的防御力量瞬间增加到近百万,但是他们的队伍素质良有不齐,并且这种丧失底线,让平民参战的行为也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父王。 1945年4月16日,苏军万门火炮骑射,在强有力炮火的掩护下,百万之众的苏军发动了对柏林外围防御攻势的进攻。 但是,德军纵身防御安排的很有效,苏军的进攻并未给德军阵地带来多大的冲击,反而让自己蒙受不小的损失。 但是,负责柏林会战的朱可夫元帅,立即针对战场的新情况进行重新部署,调整了主攻方向,安排部队对德军外围攻势进行重点突破。 重新投入战场的苏军奋勇攻击,虽然每一秒钟仍有伤亡产生,但是德军的外围防御已被动摇了。 在苏军潮水般的进攻和火炮的轮番空炸下,德军开始大量后撤,通向柏林市区的路打通了。 苏军将领崔可夫率领他的坦克集团军率先攻入柏林城区,这支光荣部队一路西进,从斯大林格勒直到攻克柏林。 柏林的帝国大厦是纳粹党发动国会众火案,排除异己走向一党专制的起点,可谓是纳粹德国的一个标志。 苏军今天要将其占领,以彻底结束这次罪恶的战争。 因为这里很可能是希特勒,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,最后藏身地。 苏联红军到达帝国大厦后,遭遇到守卫这栋大楼的党卫军猛烈的火力阻击。 红军战士前赴后继,一番激烈战斗之后,一面历经硝烟的苏联红旗插上了帝国大厦,苏军胜利了。 战后,艾森豪威尔说,他之所以将柏林让给苏军,是因为他知道柏林一役将使盟军至少付出十万名士兵的生命。 此言,显然是吃不到葡萄之鱼。 柏林战役之后,纳粹德国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,终于于1945年5月8日宣布投降。 整个战役苏军供俘虏德军38万人,缴获坦克和自行火炮1500余辆,飞机4500架。 最终,二次大战欧洲战场以盟军的胜利结束。 德国纳粹失败后,苏联军没有了后顾之忧,出兵中国东北,以配合美国快一步促使日本投降。 由于此时西方国家与苏联失去了共同的敌人,所以战争中冒合神力的双方的博弈在欧洲才刚刚开始。 但是,这场战争也有被后人诟病的地方,那就是苏联士兵在城内大部分地方抢劫,侮辱妇女和残杀平民。 这种情况甚至持续了几周。 这些行为,红军军官们甚至都视若无睹。 最终,直到从入侵变成占领德国,军方和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才开始阻止这些事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